咋了 咋了咋了 大家好,我玩特曼 今天我们来一场特别的火车之旅 乘坐老式的柴油车头和蒸汽车头 从慕尼黑出发 前往150公里外小城林道 晚上再坐同一趟列车回到慕尼黑 来个蒸汽火车一日游 今天出门也比较早 先到车站旁边麦当劳吃个早点 垫吧一下 有一说一 麦当劳的咖啡真的太难喝了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到了出发站台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次乘坐的老式火车车厢了 是不是特别有国内绿皮火车那种感觉 我上次在国内坐绿皮火车还是13年的时候 从北京去西藏 转眼间都10年过去了 好家伙了这车厢 一上来感觉跟穿越了一样 这复古内饰 这座椅设计 至少得有五六十年历史了 但是状态是真的好 看着很干净 而且一点也不破旧 不知道是不是后期翻修的 但我们坐这趟列车 现在已经完全是旅游线路了 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没多少人坐 至少这车厢退役之后 磨损不会太严重 找到我们的位置了 这座椅看着跟沙发一样 头顶上就是老式行李架 每个位置还是独立的 现在行李架都是竖项的 贴着墙一排那种了 放动力多是吧 整个车厢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 有一种苏联东德时期那种气息 这是车上暖气开关 金属旋钮 我都怀疑我自己可能掰不动 车内照明的也非常简单 就这种白痴灯泡 连这灯罩都没有 也是非常原生态的 这是厕所 为了避免开门有惊喜啊 所以我还是不开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这次旅行 前半段车头了 1963年生产的V100星柴油车头 最高时速100公里每小时 这个车头虽然不老啊 但也60岁了 2001年才正式退役 这次先拉我们到一个 叫布霍洛伊的小城 在那我们这间列车 会换成更老式的蒸汽车头 拉到最终的目的地 Lindo 好嘛想拍点车头细节特写 iPhone摄像头这个炫光 我是真服了 大家凑我看看吧 车头呢方方正正的 感觉完全没有什么 空气动力学的考量在里边 更凸显力量感是吧 力大专飞 驾驶员的位置呢也非常高 就这椅子呢 看起来没有我们的大沙发舒服 那去肩火车 不是去肩火车 那这个是去肩火车 后面 后面去肩火车 对 你还认识去肩火车呢 这就是去肩火车 看着现在火车 从旁边站台开过去 这体验呢真是挺特别的 别的不说 这大沙发呢真的软 坐起来呢非常舒服 另外说一句啊 这趟旅程的往返车票呢 成人90欧一张 儿童4岁以下免票 我儿子呢又不花钱了 但是也没做 只能坐我们中间了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任何费用了 就是花钱的买个车票 当然你要是买吃的什么的还得自己花钱啊 开车了开车了 旁边座位呢有一位热情大叔 还提醒我们 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开 这样呢能更好欣赏窗外景色 不光是我们车上乘客 对面站台上的人呢也非常新鲜 都在拍我们这趟车 今天呢天气也是真的好啊 大晴天呢万里无云 20多度气温也非常舒服 开窗也不会冷 赶上了个好天出来玩 现在大家看到呢是我把手机伸出去了 我还是不太敢把脑袋也伸出去啊 毕竟做能开窗户的火车呢 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 我看别的乘客比较专业是吧 直接脑袋就探出去了 可能也经常做这种老式火车啊 比较有经验 我们这次乘坐老式火车呢 属于特别专线 不是得铁平时每天运营的线路啊 专门就用来观光旅游的 价格呢也还算可以 300公里往返90欧一个人 还是这种老式的车厢车头 还要啥自行车啊 这种时间呢线路不同 车头呢也不一样 票价也有所区别 我们坐这一趟呢 因为距离比较远 价格呢算比较高那一档了 进的还便宜 要说发现德国有这种蒸汽火车座 还是因为上次去了慕尼黑的交通博物馆 在那儿呢我看到这种活动的传单啊 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这节呢那是餐车 布置也非常简单 都没有椅子 乘客呢都得站着吃东西 我们再来看看车上这伙食价目表 两根白肠 一块布黑色面包套餐6欧 一块小蛋糕呢3欧 0.5升一杯啤酒4欧 这价格呢就还算可以啊 也没比外边呢贵太多 餐车另一头这晃晃悠悠小门外边 就是这车头轰鸣的发动机了 车头的屁股呢看个满眼 这也是我长这么大了 头一次呢离行驶中的车头这么近 离得近是真近 炒也是真的炒 下面就是呼啸而过的铁轨 看着也挺吓人的 其实这次出来呢主要就是因为我儿子 他比较喜欢各种火车 尤其是老是蒸汽车头 正好呢出来玩玩 省得在家里憋得难受 我对这些呢倒无所谓啊 给他吃了块糖 开始呢挺开心的 后来呢尝出来味道不太对 这糖呢我吃过确实呢不好吃 所以呢就留给他了 还是多吃点水果吧 小朋友呢还是少吃糖比较好 今天天气呢是真的好啊 其实本来我们这趟旅行呢计划是在 5月20号那天的另外一条线路 但那时候呢我们家三口呢全发烧了 所以呢改成今天 5月20号那天呢还是个阴天 赛翁失马胭脂飞幅了是吧 经过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 我们来到了布赫罗里车站 重头戏来了 终于要见到今天的主角 以前只在博物馆里边见过的 烧煤烧水蒸汽车头了 对面呢也有一列车厢 到时候呢我们两边车厢合成一列 由这个蒸汽车头拉到琳导 哦看到了看到了 前面那个呼呼冒蒸汽的就是 后面煤水车上的煤 都得跟坐小山一样太神奇了 都2023年了 竟然还能见到活的蒸汽火车 趁着休息一段时间呢大家也都下来 拍拍这个老式蒸汽车头 真是太帅了 另外这个车头 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在交通博物馆里边 见到那个型号啊 感觉真的很像啊 以前呢见到的都是标本 这次终于见到能跑能跳的了 拉我们过来柴油车头呢也完成了换轨 他现在呢要到我们这边这趟车的车尾 把我们先往后拉 拉过这个倒叉 然后推到对面那列车车厢后边 跟他们合并成一列 小柴油车头呢虽然不怎么起眼啊 大家也不怎么关注它 但也是勤勤恳恳的 哇还是这边蒸汽车头帅 大家注意力呢都在这边 都在拍啊 看到司机了 不知道是这个司机还是司炉啊 我知道司炉和司机的区别呢 还是之前去纽伦堡火车博物馆那期节目 大家给我科普的 但是听你们这么一说 突然就明白司机这个词呢是怎么来的了 就是开车时候它管发动机 所以叫司机是吧 司炉呢就是管烧煤的 现在司炉很少见了 但是司机这个词呢一直用到今天是吧 OK现在我们准备要并轨了 刚才这行那个柴油车头车屁股 现在柴油车头已经跑到后边去了 哎开过道叉的 准备换轨 但是因为要合并车厢啊 工作人员呢要监视这个挂钩连接情况 所以就不让乘客站这儿了 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到车厢里啊 我们坐的呢本来就是车头第二节车厢啊 前面呢就一节餐车 所以呢也能看清楚前面情况 我儿子也比较激动啊 我儿子也比较激动啊 之前呢一直玩都是这个玩具搬到叉 这回呢见到真的到叉了 虽然看不到挂钩 但是我们能看到地上车厢的影子是吧 一点一点接近 感觉跟看着空间站对接一样兴奋啊 哦对上了 都没有份儿了 刚才还是什么都没有地方呢 突然出现另一节餐车 太有意思了 看着前面滚滚浓烟 我们终于是合并完毕啊 出发了 大家呢都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啊 都探出脑袋来看看 看这黑区区的浓烟 虽然不怎么环保啊 但是真的帅啊 简直呢就昭告天下 大哥来了 你们这些小弟呢都给我往边上靠 而且呢一拐弯就能看到前面车头 希望后边能有更大的弯啊 那样拍出来画面呢就更壮观了 现在我们是完全使数车站 开始全速前进了 这之后我们拍的窗外景色呢 就全都有这个黑色浓烟了 但也没关系啊 来就是来体验这个烟火气息的时候 是吧 前面还有间小房子 一看就是住家啊 你要是个检查站之类地方呢 我还能理解 自己住地方离铁鬼这么近 真的不吵吗 另外欧洲乡村的房子呢 外里面本来就跟100年前变化不大 再加上这个滚滚浓烟 真的像是穿越回来 那个蒸汽车头称霸的年代 哎结果开着开着 做这种蒸汽火车一个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这太脏了 主要是我们一直开着窗户是吧 外边没灰扎全飘进来了 但也没办法 这趟车上不会有人愿意把窗户关上的 结果呢 刚开了没多久 好家伙了 桌上呢全是黑色煤灰 真的是肉眼可见 包括我们脸上头发上也都是 用湿巾一擦全是黑的 这真是碰了一鼻子灰啊 物理意义上的 这趟乘务员呢 还给我们发了这趟车的小册子 这个老式蒸汽车头型号呢是S36 前进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每小时 能装7.5吨煤 也真是厉害 这个蒸汽车头呢 是慕尼黑的马肺工厂1918年制造的 到今天也有100多年历史了 直接就是一台博物馆的文物在铁轨上标是吧 路上之前那位大叔呢还过来跟我们聊天 也聊得很开心啊 因为之前呢我们去过纽伦堡的火车博物馆 还去过这个慕尼黑的交通博物馆 所以聊得比较来 大叔说自己是这个慕尼黑城市规划局的 或者说这类似的一个部门啊 还是个高层领导 现在退休了就坐火车呢到处玩 还问我们去没去过这个慕尼黑的交通博物馆 黑这不是问对人了吗你说说 我说我就是去了那儿才知道有这么一条这个特别火车线路的 然后大叔就开始跟我吐槽啊 说这个德意志博物馆呢有三个馆 主馆交通馆和飞机馆是吧 主馆现在很多东西都在修啊都不开放 去了呢就是坑爹 飞机馆呢也一般 最值得去的最好看的就是交通博物馆了 还说这个交通博物馆的馆长那是自己的朋友 可以啊多谢他的建议 那德意志博物馆的主馆呢我们就过段时间再去吧 不着急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又是将近两个小时车程 经过这座跨湖小桥 我们终于到达旅程终点站 收拾收拾东西准备下车 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位于波东湖上一个小岛 叫林岛岛 说起来有点拗口 这个岛隶属于旁边林岛市 但其实最开始这个小岛才是林岛的老城 所以上面还建有火车站 后来整个城市扩建了 下了车了 我们终于能近距离的看这辆蒸汽车头了 但因为大家都下车了 所以比较拥挤 人比较多 都在拍照 以前都是在博物馆里边见到那种干湿状态 像是标本一样蒸汽车头 打理得非常干净 冰冰凉凉的没有温度 这回真的是见到有血有肉的 有脉搏有心跳的 活的蒸汽车头了 这种油泥污渍满身的状态 真的才是最好看的状态 主要是我们来这小火车站特别老旧 站台棚子特别矮 还是木头的 看着跟老式蒸汽车头就特别搭 直接驾个摄像机就能拍电影了 是吧 我记得以前天津 好像也有个特别老火车站 因为都是老式建筑 很多电视剧都在那拍的 金粉世家是不是也在那取过景 但后来那火车站好像也给拆了 比较可惜 我站远一点之后突然发现 这辆车是不是我们之前 在欧布莱特玩具店见过 这套火车 这是这个拜人皇家周际特快 好像真的就是那套车吧 马克林出的 封面都一模一样 我虽然没想过入这个火车模型坑 但这次毕竟自己亲身做过了 所以还真的有点想买 这样吧 这期视频点赞过一百 我就买回来给大家看看好吧 到拎到小岛上已经中午了 我们先找个餐馆上吃顿饭 今天我儿子还特别感谢我 带他来坐这蒸汽火车 今天带你来坐蒸汽车头 好玩吗 不好玩 搭铁 拎到岛威博登湖上 地处德国瑞士奥地利三国交界处 风景也非常漂亮 刚才也提到了 最开始拎到老城就在这岛上 但是现在城市规划上 拎到市往外扩了 扩到陆地上了 这座小岛现在主要就是观光景区了 拎到标志性的景观就是波登湖 港口入口出的灯塔和狮子雕像 波登湖的面积也是挺大的 整个湖大概536平方公里 看着跟海一样是吧 夏天很多人就会到这来度假 其实理论上说 湖对面就奥地利和瑞士了 但我也说不好哪奥地利哪瑞士 不分东南西北是吧 别管那么多 吹吹湖风 欣赏欣赏风景就完了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转眼的功夫回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火车也是早早地开到站台上 虽然已经看了很多遍了 但是还想再跟大家近距离地看看这台钢铁猛兽 这车轮连杆 虽然沾满了油污 但真是百看不厌 OK 启程出发了 中午员也让大家回到车上 准备发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Bucheloy 我们跟前半车分离了 蒸汽车头将拉这些车厢回到他们来的城市 而我们这一部分车厢将继续由开始V100的柴油车头带回慕尼黑 等我们再次坐柴油车头奔驰在铁轨上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车厢里边也安静很多 大家都累了 太阳也下山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因为在Bucheloy耽误了半个小时 等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11点了 这次旅行虽然很累 但是很开心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 也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爸他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